哈囉 大家你有脖子前傾的問題嗎 如果有的話 今天這集影片呢 就是要來整個你們啦 首先呢 我們要先找到脖子的正確姿態喔 那我脖子呢 應該要跟這個頭部呢 踩垂直的一個狀態 如果你是前傾的話呢 麻煩用想像力幫我把耳朵向後拉 刷了以後 我們的頭呢 跟脖子就擺正了 記得這個時候呢 不能讓脖子鬆下來 不然又會回來囉 你的後頸會痠痠的 這是正常的 接下來呢 我們需要一本書或是日記 放置在我們的下巴底下 好 我們要進行一個運動喔 45輪的後頸 還是要保持濕力的狀態 好 保持筆直 向左轉 好 回來 好 向右轉 回來 好 這個時候你的後頸呢 跟你的側邊的脖子的肌肉都會痠 這樣才是正確的 如果你的脖子呢 不小心偷偷前傾 你的書呢 會抵住你 那也可以監督一下你自己 到底有沒有偷偷又前傾了喔 向左轉 然後回來 向右轉 好 脖子側邊 後頸酸 一次做30下 每次做3組 你會漸漸開始學會使用脖子濕力 進而改善我們脖子前傾的問題啦 只要脖子不小心前傾 我們立刻往後拉 立刻轉起來 轉起來 變起來